在美墨邊境橋下現場一片髒亂 惡愁撲鼻 大批來自中南美洲的非法移民就聚集住在這裡 上週大批非法移民湧入美墨邊境 在德州、德爾里奧國際大橋下安盈紮寨 其中大部分是海地人 營地人口在週末達到了1萬4千人的高峰 面對邊境危機 拜登政府動用飛機緊急遣返 過去幾天遣返500多人回到海地 並外有4千多人被轉入拘留中心等待處理 一些非法移民則是掉頭逃回墨西哥 來躲避遣返 以及物資退伐 週三 路透社報導 有美國官員透露 大批非法移民被釋放入美國 他們需要在60天內出庭 現在不明確定他們被調查 消息人士也提到從週三起 每天將有7班飛往海地的航班進行遣返 目前拜登政府處於尷尬境地 對部分非法移民的強力遣返 備受民主黨批評 但較弱的邊境政策引來大量非法移民 則是受到共和黨的抨擊 也使更多非法移民抱有僥倖心心地躍躍欲試 新唐人記者宇婷 紐約報導 快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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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按照